纳粹士兵拿起烧焦的木棍 在地上画了一条分界线 并向床上的英军宣布 左边属于德国 右边属于英国 如果没有经过同意 擅自跨越这条分界线 就直接开枪杀了他们 两股老死不相往来的势力 为什么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了呢 事情还要从1940年说起 为了控制挪威的铁矿 应得双方在挪威的上空展开了对决 应得双方谁都没站上平衣 纷纷选择了在蓄地中迫降 德军飞机上幸存了三人 其中一名士兵的胳膊还受了伤 面对茫茫雪原 他们选择销毁飞机 带上食物和武器赶往海边 与德军的大部队会合 那只途中天气骤变 一阵狂风吹来 把负责看管物资的士兵 连同笨动的补给车 吹入了万丈深渊 眼看士兵就要一觅呜呼 纳粹长官只好下令 让士兵解开栓在身上的绳子 士兵虽然得救了 但他们的食物和补给全美 在雪原中没有食物 同龙也是死云 正在他们绝望之室 远处一座小木屋出现在了眼前 此时他们又停看到了习惯 而且还幻想着木屋里 是不是有年轻漂亮的挪威姑娘 在等着他们 想到这里 他们的脸上立刻露出了 猥琐的笑容 他们迅速来到屋子里查看了一番 失落的同时还泛有惊喜 虽然房间内没有美丽的姑娘 但具有房子主人留下来的粮食 饥寒交迫的他们立刻准备收火做饭 可是就在这时 屋外传来了其他动静 他们立即起身出门查看 在暴风雪中 他们只能听到对方是英国人 却看不到到底是谁 于是大喊 对面的英国尚未回答道 自己是英国飞行员 昨天被德国那群笨蛋给击落了 说完德军便警觉了起来 此时英军尚未便上前一步 问他们是谁 德国中尉顺口回答道 我是德国复兴人 昨天被英国的一帮混蛋给击落了 此言一出 场面瞬间尴尬至极 僵持了好大一会儿 德国的中尉见对方并无恶意 便把他们邀请到了屋子里 拼门后双方还象征性地握了一下手 见德军这么友好 这个英军尚未便觉得一定是自己的军衔高 于是就提出自己和机枪手要住在宽敞的那边 让三个德军挤在那边狭窄的地方 一言即出立马就遭到了德军的反对 德军中尉问他为什么 而英军尚未却说这是挪威人的房子 就算挪威人来了也是这样安排 可德军中尉却不依不饶地说 要是德军占领了挪威呢 是不是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说着便掏出了枪对准了他们 然后又义正言辞地告诉英国尚未 你们被俘虏了 说罢中尉便拿出未完全烧完的棍子 在地上画了一条三八线 并警告他们要是未经允许越线 无论什么原因一律射杀 一个英国机枪手问道 德国为什么要侵略别的国家 而德国中尉却反问他 你们正义凛然的英国 不也是到处殖民吗 接着机枪手又问 那你们什么时候能停止侵略呢 这次中尉却说不知道 因为他只是一个服从命令的飞行员 对于其他的事情 自己一无所知 都是千年的狐狸 在这里作什么妖呢 自己国家干的那些破事 自己还不清楚呢 两个英国飞行员被俘之后 便又向德军提出了要求 既然是战俘 咱们就该严格按照日内瓦公约来 战俘需要一日三餐供着 还要有相应的娱乐项目 你们得满足这些要求 这是德军中尉一本正经的说 现在的情况 我可以多让你享受两颗子弹 然后拿出仅剩的一点粮食说 你们想要公平是吧 我们吃啥你吃啥 接着转身拉开木门 向他们介绍了挪威雪地公园度假村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玩的时候记得把门关上 看着生气的德军中尉 英国这两个飞行员终于消停了下来 因为他们知道 如果把德国鬼子逼急了 那真是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更何况在这天寒地冻的地方 连活下去都是问题 何必要节外生枝呢 慢慢的双方都放下了防备 相互聊了起来 英国机枪手说 自己曾经是个飞镖冠军 凭借着高超的飞镖技术 在家撩灭无数 而德国中尉也告诉他 自己身边的这位士兵 在德国是个有名的企业家 要钱有钱 要地位有地位 最后不也未必来当飞行员了 立场充满硝烟的辩论赛 悄无声息的在这血缘中展开 最后谁也没得到便宜 为了早日脱困 德军选择不搭理他们 开始研究起寻找大部队的路线 英军尚未看见后也跟着出谋划策 用现有的材料制作了一个济南针 可是好准不长 食物很快就吃完了 屋里库存的柴也烧光了 而暴风雪却依旧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如果在这里继续待下去只能等死 于是德国中尉确定大海的方向以后 便决定带他们离开这里 可就在他们离开的途中 天天又遇上极端天气 很快就有人撑不下去了 一头栽倒在了血液里 德军中尉见状 只好带他们再次返回小屋 现在他们只能在小屋的附近 挖一些苔藓冲击 尽管难以下咽 他们还是吃了个精光 可是由于物资短缺 英军的机枪手上次锁食 顺便把小胡子的明柱撕了几页 德军士兵发现以后顿时就怒了 拿起手枪非要解决了他 用他的肉体为大家改善生活 在众人的劝说下 德军士兵最终还是选择放下了枪 这时英国机枪手抓住机会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掩起地上的手枪挟持了这名德军 局势瞬间被逆转 两名被俘的英军成功地俘虏三名德军 三名愚蠢的德军本来俘虏了两名英军 可是一个不小心却又被两名英军俘虏 而三名德军不仅没有沮丧 反而还很高兴 他们也学着英军把日内瓦公约再次搬了出来 他们要求英军为他们解决一日三餐 没想到被俘的人还成了大爷 两名英军又是找吃的又是找柴火 可把自己坑坏了 最后附近的苔藓吃完以后 机枪手便带着一名德军出去打猎 而英军上尉却在家里拿枪指挥着德军中尉 拆掉房子中多余的木头当柴烧 可是英军上尉也是个糊涂蛋 非要让德国中尉砍了房子中间的那根平重柱子 一番争论下 英军还是用武力逼迫他砍断了柱子 可是柱子一断 房顶立马开始下坠 两人眼看房顶就要掉了下来 赶忙用身体把他撑了起来 就在此时 德军中尉灵光一闪 从英军上尉身上抢过手枪 然后再次帮忙撑起房梁 等英军的机枪手带着德军士兵打猎回来以后 便帮忙修好了房子 可是就在这时 德军中尉立刻举起枪 对准了机枪手 而英军机枪手也举枪 与其对峙了起来 最终他们还是败给了肚子 没能分出胜负 然后坐下来美美地吃了一顿 可就在他们大快躲移时 突然一股异味传来 这时他们才发现 原来是受伤的那个德军 伤口已经开始腐烂 为了控制伤口不再恶化 他们决定为其截肢 于是他们开始四处搜寻柴火 为截肢做准备 就在拆地上的木板时 他们发现了藏在地下的一个箱子 里面有酒有肉又有香肠 一群人喜出望外 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 于是他们强行为昏迷的德军 灌下半瓶白酒 然后死死地将它按住 德军中尉举起斧头 砍下士兵发臭的手臂 忙完以后几个人也筋疲力尽 为了庆祝这个伟大的外科手术 他们把酒言欢 向结了酒缝的老友 当时就差来一手挪威的森林助兴了 而此时一位老猎人 发现了德军飞机的残骸 便跑到附近的军营提供了线索 直前的军官知道以后 便派小队前去搜寻 第二天一早 暴风水就停了 于是他们便收拾东西 准备离开这里 而前去探路的德军中尉 却被早已埋伏好的挪威狙击手 一枪击杀 剩下的人最终也被挪威士兵捕获 送往了战子银 电影也到此结束 这是一部由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地间巫子五个人 两种不同的政治立场 充满戏剧性和讽刺性 两个不怀好意的国家 为了别人家的那点资产 不惜大打出手 最后都没有什么好的下场 事实告诉我们 安分守己是多么的重要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初遥 我们下期再见